欢迎收看有话网奖的节目 我是陈信聪 在这个月的时候 中国云南昆明火车站 发生了所谓的恐怖攻击事件 导致33个人铲死的这个悲剧 很多人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中国遭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巨大的问题 这件事情除了反映出来 所谓的中国极度不安的情形之外 它更反映出来 中国在所谓的治疆政策 对于边境少数民族的政策 乃至于最核心的宗教政策上 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多人在谈说 如何面对穆斯林 面对伊斯兰教 或者叫做回教 中国它的所谓的信仰自由是什么 可是很少人发现说 基督教还是在现在21世纪的中国 仍然是受到迫害 今天有话 网讲我们邀请到 在中国非常重要的一名维权律师 他挺身而出 去捍卫基督教徒的 这个所谓的信仰自由 可是他自己也遭到了很多的迫害 甚至包括说 他这一次很难得来台湾 现在要回中国 恐怕可能会面临立即逮捕的危机 我们先来欢迎夏军律师 大家好 夏律师我们先来谈谈你最在意的 这个所谓的三大教案 山西太原 陕西 紫州 河南南热 我们很简单的描述一下 在山西太原 有一间叫恩宇书房 以及北京有一间叫陈光书店 他就只是因为贩售基督教的相关书籍 他遭到判刑 遭到罚金 在陕西紫州 有基督徒他之前被抄家了 他想要把抄家的这些财产拿回来 但是被当地的政府说 你是聚众冲击国家机关 遭到刑事拘留 再来谈到您最在意的 河南南热的这个情形 教产被冲工了 而牧师 很重要的牧师 张绍杰牧师 他被判所谓的妨害公务 还有所谓的扰乱社会秩序 在中国的基督徒 真的是没有信仰自由吧 没有 何以见的 因为信仰自由 是可以自由的聚会 可以自由的去阅读 基督教的这些福音书籍 可以自由的出去传福音 现在中国的基督教会 这些自由都是被限制的 所以没有自由 我们可以说到目前为止 中国还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吗 但是我们看到 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佛教徒 我们乃至于看到 很多牧师林在中国 中国没有信仰自由这件事 中国现在在理论上 国家的理论体系上 还是个无神论 但是实际上 现实当中 大家信钱的比较多 认为利益 利益是最高的 理想和信念 都是在社会当中 在主流上 他们都是不重视的 甚至于迫害的 我想请教下律师一点说 您在关心这三大教案 这真的是一个信仰的问题 还是一个是地方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 我谈到的是包括所谓的超家的财产要追回来 地方政府不让你追 包括书店或是包括教产这些事情 看起来似乎都是因为地方政府的腐败 想要侵占人民的财产这件事 但是刚好他遇到的是基督徒 基督教 基督教的书房 这是信仰问题 还是地方贪腐的问题 这里就是信仰问题和贪腐问题是混合在一起了 先由地方的贪腐问题引发 那么在一个国家总的政策上 也要限制基督教的发展 因为现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了 但是精神层面堕落了 腐败了 社会人们普通大众的 人民大众的生活 精神生活都感到很苦闷 很痛苦 这个时候很多人开始追求信仰 特别是加入了基督教 这些年来 据官方统计 中国有三字教会就有两千多万 家庭教会就是不属于官方许可的体制内的 那么就是六千多万 加起来有八千多万 基督教这种迅速的发展 让官方总的来看 他们就感到一种受到威胁了 因为和他们的价值观 和他们的思想都不一致 那么就感到威胁 所以在总的政策上是限制的 那么地方官员 介绍这家国家的总的限制政策 然后因为利益问题 完了开始迫害基督教 所以信仰迫害 宗教迫害和利益结合在一起 可不可以请律师您多谈更细致一点 因为我们从一些资料 只看到所谓的三大教案 可是我们看不到说 这中间真正让您无法忍受 必须挺身而出 走向一个维权律师 这么辛苦的一条路 那个压迫 那个不公 那个不义 那个让您无法忍受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就是我是出于 无法忍受 我是出于 我是个基督徒 是 完了我是按照耶稣 我们的神告诉我们是爱世人 这种爱 爱的话看到受苦人就会有怜悯和同情心 那么我就开始走向了维权之路 三年多来我办了很多案子 特别是刚才你说三大教案 那么这都是在中国比较大的迫害案 而且是很荒唐的迫害案 那么这些被迫害的人一点都没有违法 却受到了牢狱之灾 那我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的内心 这种爱和怜悯 让我不能无动于衷 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实际的情形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受到什么样的迫害 实际的情形 那么首先我接触的就是三西太原的 任拉强案 我是他的代理律师 他一审被判了五年 就因为卖那个叫赞美诗歌 没有印刷出版号的赞美诗歌 还有这个十二先知的辅连书 这个辅连书是造假的 但是造假是出版社造假 广州的一家出版社造假 然后他卖给了北京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又和恩语书店太原 就是合影 合作经营 然后又进到太原里 任拉承只是借钱给恩语书店这么一个基督徒 是个借钱给他的人 结果就把他判了五年 他根本不知道书是造假的 按照法律规定 因为买书的人进书店 他不可能去核对真假 不知者不罚 不罚 他是个无辜的人 可是很离奇的是 太原市公安局 小店分局 您说的造假的十二福音的那本书 是中间牵涉到去批判污蔑了中国 或是中共的政权 乃至于颠覆国家 乃至于所谓的政治企图吗 没有 所以造假的部分是什么 它是造假是这样 就是说香港委托广州出版社出版这个书 出版书申请批书号 是 世界报可能是广州出版社就答应了人家 说可以 那么一答应了以后就很多潜规则在作业 后来他没批下来以后 他就没办法去向香港交代 这家出版社就把别的书号的书印刷在这些要批准的 可能就是授权或者是民事之间的这个问题 民事 但是它是他们直接违反了国家出版的这个 他用 比如说用什么学雷锋 我去调查的时候 学雷锋 中国大陆有过学雷锋 雷锋也是做好人好事的 那么他用学雷锋这本书的书号 放在这个十二先知 十二先知也是做膳食的 他把它放到这上面来 这个书号就是假书号 这得判刑 这个是 当然都是违法 严重违法行为 我来看卖这个书的人真的很欲望 除了这个案子之外 问题在于 这个案子的问题在于 就是说 造假的人 没有承担任何刑事责任 卖书的人 不知情的人却判了五年 而且判五年的这个人 又不是自己亲自买书的人 是 那为什么这么判呢 就因为这个任拉成 和李文席合作以后 任拉成是一个 在山西太原大学生里传福音的 他这个大学生里传福音 大学生里的这个基督徒发展很快 很快 办团契 搞活动 这个大学里的老师经常说 你们不能信基督徒 信基督教都限制他们 但是学生们还是信 所以这个恩与书殿 其实根本不是真的因为他造假 而把他判刑 而是因为他周边整个 所谓的传播福音的速度太快 而这中间牵涉到说 中共不管是在中央或是地方 他所能容忍的这个界限 已经超过了 你的基督教信仰拓展得太快 进展得太顺利 这是我无法容忍 所以只是拿个借口 我拿这个来打压你 不要让你成长这么快 是的 那只是一个借口而已 借口 对 除了这件事 除了借口以外 还有利益关系 那么就是把书店的书 公安局和执法大队给没收以后 完了这些书 在二审还没有判决的时候 这些书已经流入了书摊 地摊的市场 我都到过地摊市场调查过 这个在台湾听来是很荒谬的 你公安局或者是执法大队 你执法的书记没收了 既然他们认为对社会过程危害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自己再卖调呢 再谈谈你更关心的一个叫 河南南热教案这件事情 教产被充公没收 牧师被判刑 这中间的问题是出在哪 这个案子 也是属于先是利益之争 利益之争就是说 这个教会 南热教会和紫州的 和太原的有不同 那两家是家庭教会 是政府没在体制内注册的 登记的 这个家教会的教堂是在登记的 那个会长又是政协委员张绍杰 那么这个问题的起因在哪里呢 张绍杰这个牧师是一个非常有公义 用我们基督教讲话是行神的果 神的义的 他是非常忠于自己的信仰 当基督徒受到迫害的时候 受到侵权迫害的时候 他不是说忍耐 打左脸给右脸 像很多牧师那样 打左脸给右脸 忍耐 那么就是不管 就是祷告 向上帝祷告 他就完了 他是亲自亲为 他办了很多维权的案子 其中有六件最大的 我今天给你讲两件 一个叫月利纳的 他家里四母土地被强征了 强征以后 完了给他很低价格 他不同意 不同意也把他征掉 然后他就上访 找领导 找法院 找公安局 都没有管 最后他找到北京 被劫回来 给他送进精神病院 强迫他打针 吃药 完了流口水 说话语迟 他在很危险的时候 他打电话 给张绍杰牧师 请求帮助 张绍杰牧师听到消息以后 马上到这个精神病院交涉 说是 那么你要不放他的话 我就不走 我就进来 他毕竟还是政协委员 而且在当地很有声望 基督徒都很 因为他很公义 大家都很尊敬他 当地的官员就害怕了 就把这个 这个月利纳 就放出来了 放出来以后 但是官员就会结仇 结仇 那么第二件事呢 是一个基督徒姊妹 儿子在北京 一个工伤事故中 被炸死了 爆炸死亡了 他独生子啊 这个母亲听了以后 舞雷哄顶啊 马上到现场 要见儿子 死尸 结果没养见 也不接待他 没人接待他 他无助的时候 打电话给张绍杰 说是 那个张牧师帮帮我 张牧师听了以后 又马上到了北京 和这个工厂交涉 看到了他儿子 然后又得到了 一个很好的这个赔偿 在他那死人呢 据说啊 十几个人当中 他赔偿是最高的 张绍杰他是很有 也很有智慧 那么他就得到了 一个赔偿 这又得罪了一些人 那他维权 得罪人 当地的官员 就会把他当成 一种遗己的力量 是 是吧 那么我想贪污 我想侵占这些利益 那么有人就在党的那里 像一个大侠一样 那么这个官员 就以他为敌了 最后新来的县委书记 来了以后 他都要显示威风 叫打虎树威 在大陆很实行这个 他就开始打张绍杰 就说把你的地 原来前一届县委书记 批的地 他给他变更 换个位置 是 那么张绍杰说不行 那么他就开始 强制的要做 最后他们这些基督徒 就不干了 上北京上访 最后抓了27 27个基督徒 最早陆续抓了27人 张绍杰在教会里工作的时候 就被抓走 下落不明 11月16号被抓走 18号我接到通知 我正在新疆办案 我乘飞机马上 中断了我的办案 他们说这是个大案 我就到了 19号到了南乐 他妻子委托我 完了我去 我说张绍杰在哪里 逮捕通知书有没有 什么都没有 那么我说 到哪里去见张绍杰呢 他也不知道 好了 我说那我先到公安局吧 我到公安局 去了几次 达庭张绍杰下落 都不告诉我 最后我当时很气愤 我做了个紫灯楼 紫灯楼 白的 想张绍杰 寻找张绍杰老师 然后我又手长铁链 买了15块钱人民币 买了个铁链缠在手上 打着灯笼在公安局门口 很多车辆都停下来 看我造成了交通拥挤 那么公安局 大概将近一个小时吧 把我进行询问了6个小时 那么我的这些呢 都在我的伯克里 爱德华夏 新浪伯克里 我都有记载 详细的记载 下一次我要请教 您是一名律师 而中国这几年来 一直在谈说 中国性质 已经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我想问的是 不管是从三溪太原 三溪紫州 河南南乐 这些案子 不管您谈到说 所谓的十二先知 十二福音 这一本书 可能只是因为 所谓的审批的编号 不一定能够完全取得授权 这件事情 而被判刑五年 以及您谈到张绍杰牧师 我想问的是 你作为一个牧师 你透过司法 难道不可以还给 这些不管是卖书的人 张牧师 他们一个司法的公道吗 不可以 因为没有公道 我才走上了维权道路 我才采用了打灯笼 手谈铁链的行为艺术 为什么呢 当时公安局询问我 你为什么手谈铁链 我说它象征着 我的律师的权利 被你们剥夺了 为什么我们律师 包括后来的律师团 要会见当事人 都受到了层层阻碍 到了看守所 你要请示上级 我们依法进行来看当事人 为什么还要请示上级呢 请示上级就是人治 依法办事叫法治 在中国大陆 还没有做到法治 您谈的是所谓的诉讼期间 可是审判 最后的审判 还是是因人而治吗 最后审判的结果 当然最后审判任拉成 卖书恩允书店卖书的 被判刑五年 二审连出庭都没出庭 开庭都没有 而且法官 我们在私下交换意见的时候 他们也认为 这个案子有很大问题 我给他提了十个问题 结果他们大部分都认可 那么他也就这么判 就是说他想判就判 大部分认同您的观点 对 私下里其实我也理解 这个法官他也是无奈的 都要听上级指示 如果从这边看来 您还对中国未来的民主人权维权 抱有希望这么乐观吗 希望我很乐观 这不矛盾吗 不矛盾 正因为有不依法办事的情况 这么严重 才需要人站出来维权 也正因为维权才使社会不断地改善 不断地进步 比如说中国有一个劳动教养法 正是劳动教养 不是法律规定的 就是说他可以随便把人就送进去 那么不经过法律审判都可以送进去 这是违法的 可是经过很多律师 当然也做了牺牲了 被坐牢 被吊销律师证 但是千仆后继 一批一批地接着 伸张正义 最后这个法律就被取消了 说明 只要是大家起来 依法抗争 依法维权 是社会还是在不断进步的 我们看到像是乌坎 或是广东很多的事情 或其他的地方 我们看到说 类似如果很多人站出来 一起争取中国公民的合法的权利 合法而且合理的权利的时候 似乎高层们掌有权利的这些人 他会稍微放一点 可是我想问的是说 包括您在内的这么多的维权律师 前仆后继的 然后抛头颅洒乐血的 真的能够争取到 你们最在意的那种 所谓的根本的法治社会 根本的民主 根本的人权 又或者是你们抛头颅洒乐血 所换来的代价 只是些微的 一点点的 所人家所施舍的 这样的小恩小贿 我想问的是 你们追求那个目的 真的达得到 能达到 因为首先 我们没有抛头颅洒乐血 律师抛头颅洒乐血 我还不知道 我也不能绝对说没有 就是说被吊销律师证 比如说我在上海 维权的时候 维权上海公安局刁难我 一年搬了十次家 我上次刚才跟你讲 我离开家以后 租房子住 结果每次签合同 房东都说 解约 签了约就解约 他说公安局说你是坏人 警察说你是坏人 我说坏人要抓 你不让他跑 完了警察说 那个房东说 没办法 最短的一次 三天 我刚刚住了三天 搬家 所以您付的代价 也就是这种生活上的 极为不平 对 我就跟你讲 律师的迫害 完了我说 你说警察说的 谁说的 他不告诉我 我说你告诉我的话 我不要你返还赔偿定金 他还不告诉我 我说你要告诉我 我不要我的定金 我都不要了 我送给你了 他还不告诉我 所以你认为 尽管现在政府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用了极大的经费 人力资源 去做维稳的工作 去做对你们这些 维权律师的打压 控制 监控的这个动作 还是抵抗不了 整个中国在民主化浪潮 的这个必然趋势 这个浪潮趋势 不是人力能阻挡的 这是天意 丢再多钱都阻挡不了 当然了 这是一个历史发展潮流 从专制到宪政 人类的生活 从差别很大 到越来越平等 越来越自由 这是一个整个 你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 一个大趋势 谈谈昆明事件 好吧 或许就西方的角度来看 好像基督徒跟穆斯林之间 好像有一点水火不容 可是事实上 如果站在宗教的角度 似乎每一个人应该都拥有 他的信仰自由 对 我不知道您如何理解 昆明的这个恐怖攻击事件 针对无辜的路人攻击 这是无法被容忍的一件事情 可是这中间背后又牵涉到 很复杂的 不管是信仰自由的问题 或是少数民族政策的问题 您如何看待 首先我写了两篇博文 一篇博文是提问题 就是说这个案件 我首先要谴责它 任何杀害无辜的 我都谴责 甚至于我的观点 作为基督徒来说 任何杀人的观点 我都谴责 包括杀警察 包括因为一个警察做坏事 是他灵魂有问题了 他的意识观念有问题 或者是上级 这个人的生命还是要尊重的 大家不要互相见血 我们基督徒的征战 叫属灵的征战 这可能和穆斯林和其他信仰不一样 我们是属灵的征战 那么我谴责昆明的杀人行为 特别谴责他的杀 那个无辜群众 无辜老百姓的行为 那么但是这件事情 我们也要看到背后 他有他的原因 生成的原因 这些人为什么要杀 他们什么心理造成的 他们在宗教信仰自由上 如果是穆斯林的话 我不知道确定是不是穆斯林 如果不是穆斯林 他们有什么冤屈 比如说厦门大火 一个人 他的名字 被派出所弄错了一个字 然后他到了年龄 要拿退休金了 结果派出所 退休金发放部门不给 说你名字不对 对不上 那么他就找派出所改名字 改了能有好长时间 就是被踢皮球 派出所踢到公安局 公安局踢到派出所 这么踢来踢去 踢了好长时间 最后他拿不到 他就绝望了 最后买了一桶汽油 在人口最稠密的交通时间 在公交车上就倒下去 扁着 烧死了几十人 你看 你说我们在谴责他 杀害无辜的时候 那要不要谴责派出所呢 是不是 要不要谴责公安局呢 甚至要不要 市公安局局长 市长要不要承担责任呢 所以我们国家 我们大陆 我们的大陆 在公安局派出所 什么都没有人承担责任 死了也就死了 完了就完了 没有人真正的去追根问题 去从社会深度解决这个问题 昆明也是这个问题 昆明也是这个问题 昨天您在台湾立法院 有很多学生占领了台湾的立法院 那个是台湾最重要的一个民意机构 您在现场也做了一个演讲 可是在演讲最后 你跟学生有很激烈 似乎有点不太愉快的这样子一个对立场合 你如何看待台湾的公民运动 以及你如何看待两岸之后的一些关系 我对于台湾的这次来 我跟台湾同学讲 我说我在八九年六四六月份 我有幸在天安门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一幕 那么今天我来短短的第一次来台湾 又看到了学生们第一次攻占立法院的行动 我给他们都给予肯定 因为什么立法院在通关 通过一个叫服务法律的法案的时候 草率过关 这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 他们有资格知道真相 审查细节 那么应该重新审理 这是在法律上 我认为他们是合理的 在一个在精神层面 这些学生心有天下 可能根本和我 我家里很富裕 不在乎什么服貌 不会对我个人生活有影响 但是他们会站出来 我佩服这些学生 当我说 我在讲话的时候 佩服这些学生的时候 啊 鼓掌 我还讲到大陆的人权 我说大陆要关心大陆的人权 维权什么的 他们也鼓掌 当我说到 我尊重 我说台独这个词 我喜欢 独立这个词我喜欢 我喜欢独立词 就是独立的人格 独立的尊严 独立的政治体制 独立的选择权 这都是非常可贵的 但是我不赞成一边一果的独立 啊 哦 这开始虚我了 啊 虚我了 还有人要扔东西 啊 对待这一点呢 我不生气 我仍然喜欢这些学生 啊 即使拿鞋打我 我还也喜欢这些学生 因为他们年轻 单纯啊 他们看到的眼前 没看到长远 我对这个服务协定 其实就是一个合同 合同对两岸都是好的 合同本身不是问题 啊 问题的根本在于 它没有和人权挂钩 是 没有和更高层面的这个这个政治挂钩 是 这个协议让我们看到只讲利益 不讲正义 只讲价格 不讲价值 价值就是普世价值 平等和自由 那么如果这个贸贸协议 附带上大陆的人权 啊 就好像两个邻居啊 大家都是一个姓啊 一个姓都姓宗 但是呢 分家了以后两个邻居 在一个大院里住 你呢 这个打老婆骂孩子 你家 啊 那我不能去跟你喝酒 更不能跟你谈生意 是 你要首先不能打 打孩子骂老婆 那我才跟你做生意 是 是 这就是非常好 非常谢谢夏律师 今天接受观光电视 有话网讲的这个节目的邀请 我们非常荣幸能够访问到您 我们也非常希望 不管是中国 或者是中华民国 或者是台湾 未来两岸的人权 民主 一起洗手 更好 谢谢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